暑假来台东游玩的人潮多 许多民众会选择到金针山游玩 不过近来有民众驾驶 开往金针山加轮产业道路 发生了交通事故 大武警分局特别提醒民众 开往太马里金针山的产业道路 路面狭窄而且转弯多幅度大 请用路人要减速慢行 同时要特别注意车前的状况 遵守交通的规则 共同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小姐 你们请问一下 你们车子有需要叫拖车吗 首先来台东游玩的人潮多 许多民众会选择来到金针山游玩 不过近日有民众驾驶 开往金针山产业道路 发生了交通事故 这种包含在台湾里乡 金针山产业道路 发生了交通事故 经缘请地级道程处理 尽了解示民众驾驶至小客 不明原因冲出路外 掉落边坡造成膝盖的磋伤 所信意识清楚 那到安全驾驶呼吁 因为金针山产业道路转弯较多 请驾驶人特别注意车前状况 呼吁民众 产业道路路面狭窄 而且转弯多幅度大 开车千万得多加小心 DHR台马里相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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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